我有一天回到家去找一些東西 然後撿了牌的時候發現了一本書 那是一個筆記 大概是說那些 今天是開始踏上這個演戲的旅程 接下來要怎樣面對自己 要面對不同的困難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樣堅持自己 是一些勉勵自己的說話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都很感動 我是Sanel 潘廷 我是一個演員 你在表演的時候 無論你在鏡頭前演戲 或者你在台上表演 做戲或者唱歌都好 其實是可以去了另一個世界 而那個世界是無限 亦都是可以創造的東西很多 而我覺得這件事正正是 任何職業都未必可以得到 除了我想演更多的角色 或者參與更多屬於我們本地的電影之外 其實我自己很想讓人看到更多圓化的人 除了演戲 可能想嘗試一下一些音樂上 或者一些舞台上的創作 或者一些表演 做這個決定 是半年前的事 因為一直都聽到這個節目 會再開新的一季 剛好又跟MIRROR他們合作了一部電視劇 所以在過程中他們經常都會看 又要參加《全民造星3》了 你會不會嘗試一下 我有一天回到家去找一些東西 然後撿了拍的時候 發現了一本書 那是一個筆記 正正是我那時讀演藝兩年的筆記 大概是說那些 今天是開始踏上這個旅程 演戲的旅程 接下來要怎樣面對自己 接下來要面對不同的困難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樣去堅持自己 還有要 是一些勉勵自己的說話 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都很感動 有句說話就是 就是跟自己說 無論接下來面對有多少困難都好 不可以放棄 還有記得怎樣去真誠 還有去認真地對待你每一個作品 我聽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都沒有違背自己這件事 有時就是太習慣去衝 去埋頭苦幹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沒有去欣賞自己 我覺得 是這本書提醒了我 亦都是因為這本書 所以令到我走上 這個《全民造星》的舞台 而演戲帶給我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我為何又要被這件事 限制了自己 就是 我只有這樣的表演方式 我難道不可以試一下 其他的表演方式 其他的表演媒介嗎 所以我覺得 那我不如再將自己 重新歸零 在一個 跳出自己的空間 去挑戰自己 去挑戰自己 我覺得這個節目對我來說 暫時 給我的東西是 找回更多自己 最原始 最直接 最赤裸的一面 所以在一個過程之中 其實有很多導師 跟我們上了一些課 都是 究竟我們自己 是想做一個 怎樣的表演者 或者我們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個探索自己的路 我自己都很喜歡唱歌 但是一直都 沒什麼信心 因為小時候 經常被人笑 我有把鴨仔聲 我覺得 應該都不會適合唱歌 但是在節目中 都有收到一些評論 是 其實都不需要去否定自己的聲音 其實可能這一種聲音 都有它的可能性 就算可能它是一把 不是很 正常的聲音 但是 可能它都可以令人感動 是 好像 我對自己的聲音 會更多信心 現在 很簡單 在這個舞台上 或者在這個 《造星》的旅途上 就是很好地上一課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說 走得多遠 或者得到什麼 是很奇怪的 我在表演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收到一個說話 就是 你猜得你有夢想嗎 其實每個人都有的 就是 你是什麼 但是那一刻 我馬上會覺得 是 其實 在這個地方 追夢的人 正常都是 你憑什麼可以站在那裡 或者你憑什麼可以 令大家見到你 大家 真的選你 那一刻就覺得 不要說那麼多 繼續練 繼續做好 我們下次見 一會兒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